Google宣布清理闲置账号 你的Gmail、YouTube、照片内容全删除 随着风险降低的考量 美国Google公司决定在所有产品中将Google账户的闲置政策更新为两年 自今年后期开始 若一个Google账户在至少两年内未被使用或登入 我们可能会删除该账户及其内容 包括Google Workspace Gmail Dark's Drive Meet Calendar YouTube和Google Photos中的内容 该政策仅适用于个人Google账户 不会影响学校或企业等组织的账户 这项更新将使我们的政策与行业标准一致 有关保留和删除账户的规定 并同时限制Google保留您未使用的个人资讯的时间 虽然这项政策自今日起生效 但不会立即影响到所有闲置账户的使用者 Google最早将开始删除账户的时间是在2023年12月 我们将分阶段进行 首先针对那些创建后从未再次使用的账户 在删除账户之前 我们将在几个月内多次发送通知 分别发送至账户的邮件地址和恢复邮件地址 如果有提供的话 如果您拥有久未使用的Google账户 请尽快登入一次以确保账户的安全 再从现在起的约4个月内 您将有时间尝试找回账户 否则与该账户相关联的所有服务与内容 包括Google信箱 云端硬碟 文件 YouTube Google照片 会议 行事利等将永久消失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在三十多年中 在三十多年中 智户下你 BI转碟 说烘 干职 在三十多年中 对